一房改成两房可以改 进来就有一个比较长的走廊 但全房就放在这边 厅就比较窄身 但它转过来有一个横厅 这个间隔可以在这里选择房间 我们等一会看另一间就会看到 为什么它可以选择房间 进来就是一个主人房 主人房相对来说大 还有一个落地的大玻璃 转过来就是浴室 这个浴室是比较漂亮的 而且它有窗的非常好 这间就相同间隔 设计上就有点分别 我挺喜欢它这个 做了一些特色的拍摄牆 刚才说它怎样选择房 就类似这种选择 它就在这里选择了一个拖门 拖完之后就变成两间房 即是房中房的设计 这里就是小朋友的房 进来就跟刚才那边的主人房 是没有分别的 都是一个大窗 这两种设计你有中选哪一种